在日本外海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到现在已经出现有61例的确诊病例 不过这艘邮轮它们曾经在1月31号的时候停靠到了台湾的基隆港 船上有2000多名的旅客还曾经进到了基隆以及双北地区进行观光 基隆市政府要求现在小黄司机都得要戴上口罩并且进行车内的酒精消毒 另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更首度针对了基隆以及双北的市民发送出来细胞简讯 提醒大家有一些北北基的地方的知名的观光景点他们都去过了 包括像是基隆的庙口九份以及台北101还有西门艇等总共有51处的知名景点 这些公主号的邮轮全都有出现这些旅游史 也希望大家一定要留意说是否有出现发烧又或者是呼吸道的症状 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就要立刻拨打1922专线 手机电话医生跳出警讯通知点开地图 这就是钻石公主号邮轮 在上个月31号停靠基隆港后 船上的2694位旅客进到基隆双北观光的景点 台北市部分包括阳明山竹子湖南门市场永康商圈 忠孝东路四段商圈台北筹展迪化街西门町 西北市则是有十分了瀑布跟九份老街 这些旅客也曾经到过基隆市的必杀渝港 基隆庙口还有和平岛等地 提醒民众如果有在1月31号上午6点到下午5点半 这段时间到过这些地方 应该要进行自主管理直到2月14号 除了一般民众要留意这种市区 不少摊伤跟小黄司机更是人人自为 拿着酒精不断喷洒坐垫椅背方向盘 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眼看钻石公主号游轮高达61人确诊 感染武汉肺炎 目前查出31号当天 一共有多达40多辆的计程车 曾经载过游客观光 而且几乎都没有戴上古照 游客下来有没有戴古照 没有 其中有几个游 大部分都没有 由于还有不少游轮客 曾经在基隆庙口夜市爬爬爬燥 新闻市政府派外包厂商 漏夜进行大规模消毒 只要游客可能碰触到的地方 都不放过 要把防疫做到滴水不漏 这台北七龙总播导